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群人是共产党特别悉心照顾的 这是正部级的退休干部 他们原本的严授目标是每个人都要活到150岁 在这个150岁的目标之下 你知道有一些干部几乎五脏六腑翻过一轮 器官捐赠很多人都是新的了 但是没有想到不敌COVID-19 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 丢了老命 另一方面来看看农历年前中国的讨薪抗疫潮 依然芳心慰爱之中 地方政府为了赚钱 这个无所不用其事到什么程度 等一下也要带你来开开眼见 先来介绍与会来宾神交知识媒体王瑞德 惠敏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献哥 惠敏好 大家好 这是云林县议员王又铭 好久不见 大家好 再来介绍的是不动产公司的经理陈泰源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再来欢迎的是前行警告人和 惠敏好 大家好 面对镜头李妈妈忍不住难过情绪 她的儿子参加娱乐格斗比赛 却在赛后倒地不起 送上救护车进江湖病房 11号晚间宣告不至 12号下午香烟要确定死因 妈妈赶到现场 不能接受儿子就这样没了 更是提出多点质疑 事发在这个月7号 高雄左营一家拳击馆 举办娱乐格斗赛 身穿灰色上衣的30岁灵性选手 赛程中不断被击中头部 接着她还跟裁判对话 但下一秒就突然摊坐在地上 主办方赶快将人送医 临性选手住进江湖病房 抢救好几天 在11号晚间不幸逝世 警方依伤害致死罪 将她的对手25岁白姓选手 以及承信场地出租人 跟主办方秋姓装姓男子送办 临性选手的死因 相验后才能确认 通行的家属也表示 一定会追究到底 第一位啊 准备 裁判指令一下 两名拳击选手立刻朝对方展开猛攻 出拳力道看起来毫不留情 水水水 不要打那个 水啊 其中一名选手被击中脸部倒下 又迅速爬起来再战 有电影以格斗当主题 让人看了热血沸腾 准备 赵华格斗要称为无限制格斗 或是允许选手 因为多种不同流派的武术 剪行国籍 拳击就是其中一种 业余的综合格斗比赛 场地大多是选在大型的拳馆举办 像这次在左营的比赛 民众要入内观看的话 公网票价就要一千元 早票票八百元 观众喔 台湾来讲的观众区 我参加过最大的也大概五百多左右 差不多啦 外赛的人数大约有五十人左右 各种问题的问题 我们会第一次来 划来划划相关的单位 像这种格斗比赛就有一定的危险性 选手要经过训练 熟悉规则才能上场 这次比赛出了意外 导致选手重伤 让综合格斗这项竞技 到时受到内界主动 好台湾社会其实有很多 我们所不知道的阴暗面 这次因为一起人命事件 而揭开的阴暗面 居然有所谓的地下全赛 而且要上台打之前 要签下生死状 对 没错 那么事实上台湾过去 曾经有拳王 那么有人去挑战拳王 那是合法的运动比赛 对不对 在众目睽睽一下 棒的击倒了以后 送医院因为这样过世的 不过那个是一般正常的运动 那么这次比较 引人非议的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所谓的地下格斗 地下格斗它有一个特点 它比如说主办单位 用一万块来租这个场子 一天等等 然后他们自己本身 那么有收门票 大概一个人进场看一千块 那么当晚大概五十个人 收入当然就是五万块 对不对 有收门票 所以它是属于有收费的 相关的地下格斗比赛 那林星男子跟白星男子两个人就进行这个格斗 格斗了以后呢 因为有打到头部 有打到头部了以后 那么后来被KO击倒 这个林星男子被击倒了以后 打倒他的白星男子 还有上前看看他到底怎么样 对不对 就是他们比赛说居然没有用护具 重点就来了 头是多么脆弱 重点就来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像我们 我们在特种部队里面也是打拳击 打拳击的话呢 通常都会带个护具 是啊 带个护具为什么 因为你的护具 因为你打前磨性骨 磨性骨就直接可以打头 但不能打后脑 你后脑打中的话 一下就受伤了 所以打头 可是问题是你要有个护具 至少有个ASOBI的一个空间 不会直接这样打到头就对 那没有护具的话 在自由搏击的情况之下 自由地下格斗的情况下 是没有带护具的 很多是没有带护具的 就直接打 而且打的时候 因为你打头部 打头部常常 一拳打中了以后 你就分离了 可是你这件案子里面 这个昏倒的林星男子 他为什么后来 这个还可以坐起来 还可以跟他讲话 因为你被打中的时候 你的脑部 事实上已经受伤 很可能里面已经出血了 但是那时候还没 对 但是你的出血是 不是蹦开 这样的出血 你是一点一点的这样子在渗血 一开始好像有点正常 但后来突然间 你整个闹了 整个闹了 那个血一蹦出来了以后 你整个分导了 然后送医院以后 四天后不治 那么虽然在比赛之前 都会签一个切结书 俗称叫做生死状 但是你这个切结书生死状 你要知道 契约与善良风俗 违背者无效 你知道吗 所以你们人家是说 好像这个电影 无瑕小说 夜问来的一样 签个切结书 死生不乱 你如果去比赛的话 自己生命 你自己来参加这个比赛之前 你自己就知道 你可能会面对到死亡 所以万一怎么样的话 我们不负责任 这个问题是 你在法律上面的解释 跟你在这个所谓 你们自己比赛的规则 是不一样的 所以后来 等到他过世了以后 包括出拳打人的人 主办单位 甚至于连承租的地方 都被约谈 约谈了以后 现在就看解释官怎么争办 值得注意的是 因为这样的一个地下格斗 之所以说是地下格斗 原因就是因为它很尴尬 为什么呢 以前台湾 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比赛 这次出事情是 一个人收一千块 有些是收两千块 收了两千块以后 你不要小看 有的那个场地 可以装到五百的 你看一天晚上就多少钱了 就十万块进账了 那更何况说 会不会 会不会又有 暗插地下赌盘 就是我投谁投谁投 谁会赢谁会赢这样 违以前到现在 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类似的一个比赛跟格斗 有时候是很沉 好事实上 其实台湾早期 就有这样所谓的一个 擂台赛了 当时有打一场 十万块钱的 现场就会 甚至会到一票难求的地步 这个人和 你遇过这种场面 就是在市中心 有这样的一个场面 票价还卖得非常贵 那个时候 有一家很有名的 在辛亥路地下道 右边有一家叫 那个阿狗狗 他后来拆掉了 那其中里面的一个股东 他自己跑到外面去开 开一家VS 那那家大型的夜店 那容纳 里面的容纳客人量 最少两百人以上 那一开始他就是 左边贵宾区 右边是大众区 大众区就是 高脚椅坐的一排去 不然就是 旁边就是一个 小table 那贵宾区就是沙发区 那贵宾区就是 像VIP有办公那种 那过了半年 因为那个负责人 跟我还有点熟 那时候我还在 少年警察队 跟我们单位里面 都会有一些互动 怕说有未成年的人进去 还是什么我们都会有互动 有一天他跟我讲说 他要做什么八角龙 我什么叫八角龙 你是什么 听我听不懂 他说现在流行K1 全集 目前K1格斗 国外第四台 现在刚刚瑞德哥有讲的 现在我们频道都有在播 那很残忍的 像泰国的播球 什么中国少林武生一龙 这些都是那种格斗 格斗家 我说你用什么 他说现在是要吸引观众 就找人来宾对打 我想那些来宾对打 都喝小酒 在那些夜店喝小酒 还让来宾对打 他就真的就设了一个八角龙 就像我们现在电视上看到的 这个一个铁笼子里面 那里面有裁判 那我有到现场去看 那个人山人海 如果可以挤两百个 可能挤到三百个人 那整天站在椅子上面站在看 那有裁判 有护具 头套 有牙套 手套 护膝 全部都 很齐全 就是比照国外的 那是非法的 但是它是动作娱乐 那 全部的护膝都有 但是 你说那两个客人 身材都那么壮 我都就是很怀疑 那哪有 体型大家都这么好的 那以前夜店说 半夜十二点 会有女生脱衣服上去跳 其实应该是安排的啦 怎么有一班女后队 那都安排 其实都安排 小哥那种的 那所以 我当时 我一直以为说 他就是客人跟特客人 喝了酒 输了要请对方 我们以前 POP不是 有一个那个钟吗 你如果酒喝下去 轟 整个都要乞 整间店都要乞 他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门票进去 当时就是五百块 人头低销五百块 那你随便去VIP做那个 低销就是一个两千块 那对打 他打到不至于像这次这么的残忍 死亡 可是 我知道他们有架命 自己有在迁赌啦 怎么说迁赌呢 因为两个选手 事后我去问了 那选手 输了的那十万 就十万啦 比较强的五万 输了 输了不是要做钱 他两分嘛 他说不是 他说输了就打得累 所以才十万 要不要做 两名男子骑车到一间檳榔摊前 拿着一千元钞票来买檳榔 不过付完钱 店家找了九百块后 立刻火速骑走 原来男子给的千元钞 竟是假的 事发在十一号晚上七点半 新竹新风行星路上 这间檳榔摊 嫌犯付完钱 根本不等店家辨别真假 而Target的千元钞票 就是最近流窜全台序号 XD结尾的假钞 店家发现被骗后 立刻报案 年关将近市场交易 流通速度热弱 千元假钞流入市面 不过其实十三号彰化警方 就有破获了 伪钞集团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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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警连续两天搜索行动 先后逮捕 假钞集团九人 追查后还发现 这些集团成员 是在网路上购买一张五块钱的玩具钞票 再找没时间验钞的摊犯下手 就有网友提醒 付纸千元钞 拿到钞票留水号都得注意 后五码可以辨别真假 一百元假钞后五码是880DJ 五百元是080DA 千元钞最有名的就是XD 收到钱验钞不可少 多花点时间检查 别让玩具钞以假乱真混入 自己喝包 目标出现 霹雳小组一涌而上 来 来 去下面 好 去下面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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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车的嫌疑员当场 从蹲下便趴下高举双手 配合调查 检警在连续两天的搜索行动 先后逮捕九人 因为假钞集团在彰化犯案 包括超商 槟榔碳 就有名夜市套圈圈游戏的摊商 至少有8个业者因此受害 基本程度是在网路上 以每张新台币五元代价 来扣得环境钞票 它利用同时多人消费及找钱 参商语法 提起来电钞的手法 来不妨获利约新台币九万元 检警搜索找出剩余的假钞 还有15张 包括钞面上的小红鱼有假 防卫线与防卫条 也都没有光影并化 手摸的触感 钞面上也没有鼓出效果 就连上面的编号 也隐喊嘲笑语弄的异味 三名成年嫌犯带着六名为成年少年 就靠天元假钞 想取消多大 侥幸心态最终还是落网 年关将近 市场交易的流通速度热落 警方强调店家 摊商收钱之际绝对要验钞 看一看扭一摸 转一转 三大简易 验钞步骤为自己看守的号 最近能不用现金尽量不要用 尽量不要让人家找钱 为什么 假钞流窜 各位 没有错 那么问题是过年一定会包红包 过年一定会领年终奖金 然后过年剩下放很多的现金 我们要注意你拿钱是钱还是价 尤其是赚钱 为什么呢 因为在彰化就有千元的假钞 那么各位要知道 他这千元假钞 其实手露很粗 为什么他是一个工人 那么在网路上买一张成本才五块钱 他四百五十块钱买了以后 可以洗成九万块 去找八个圣公 少年其中六个嫌犯 竟然未成年 为什么 因为未成年 所以你去台湾有没有 我给你一个圣公 甜头 他就愿意啊 那为什么他会得逞 因为他都找什么 找雅琪瘫痪 那么找冰冷打 找超商 事实上现在 那么有的超商电影 会比较仔细一点 所以他们都会习惯 挑招把这钞票揉得比较烂一点 让你无主意 让你不会比较老旧一点 让你看不出来 那各位我们常常讲说 那么第一次说 因为他的货币有没有 通常他有一些货币 都是固定的就对了 那么各位我们常讲说 人生在世 就是为到死的孩子 你说这一千元为到死的孩子 对吧 你说死的孩子 就是标识说 你对资不是钙 所以说了解就对了 将军里面有纤维丝 有一个一大纤维丝 贾操没有纤维丝 他在印的时候 印在里面 有没有 你说纤维丝要怎么看 纤维丝就是经过紫外线一照 里面有纤维丝 不过 我看过伟超也有加过纤维丝的 那要怎么 各位很简单 你只要做一个动作就好了 你把这张钞票 对吧 他在两边 他在两边基石 在这有没有 有 有这个所谓 值得一千块有没有 一千块一千块的浮水印 这边有一千块的浮水印 这边也有 浮水印 所以常常看到 超商的监管 就是这样 买一个 就是买这个浮水印 目前为止 台湾的贾操集团 这个浮水印 做到这么精细就对了 全世界有的防伟超最厉害 就是日本的钞票 日本的钞票 各位在日本去投资 发现他的钞票 跟全世界都不一样 因为他的指质 只有在特定的 几座山的木头才有 还是出现尾钞 为什么 因为有歹徒竟然直接 把那个纸给运出去 就去那个山头 对啊 我就挑工 不知道怎么 运出去 这样子给他偷印 告诉各位 全世界用国家的力量 印假钞的是北韩 印那个美钞 印得很厉害 但是全世界印刷技巧 最好的在台湾 我跑过一条新闻 告诉各位 竟然台湾的银行 用那个伪超验证机 很厉害 竟然都被他骗过去了 可是就知道他是伪超 美国秘群局 特别派干员来到台湾 我到现在 又看不见他们到底是怎样 他们说 美超有一个特点 只要瞄一眼就知道 你知道吗 不需要仪器 但他不肯拒绝透露 是什么 那当然 他们一看就知道 你不过这样印有没有 他们一看就知道 那一次破获了这些 印字非常精美的美超 100块的 可以骗过银行 而且他竟然印了很多很多 各位 那是交通大队的境远 警觉性很高 把他拦下来以后 发现这个发财车后面 全部都美金 哪有可能 一代一代 后来我们问了那个印字 后来群线抓到的印字 你知道这个印字非常精美的 这个等于说祖贤 他问你这美金要做什么 他说不是要台湾赢的 是因为菲律宾要选总统 所以他们一张 要拿去会选买票 会选买票跟台湾下订单 你知道吗 那不得了 印太太 可是你要想 如果连台湾的银行的 那个伪超辨识美金 都被他骗过去 如果真的会去 福利宾 没得到整个福利宾 一大堆全部都在 伪造台湾 他们也没得赢台湾的 夾美超 不知道该不该说 该不该说这叫黑痴黑 好来看一下 这一次台湾发现的假超席团 是云林被发现的 各位观众朋友 这件事是这样 在中华 一个要坐银行车 来混淆豁尾 所以他坐来到 混淆豁尾的时候 他把车子 撒到 我们的书记 摸到 他说这张不行 这张也不可以 这个厉害 因为书记每天摸钱 所以稍微摸就知道了 尤其一千块 他的特别注意 各位观众来宾说 一千块 你的特别注意 所以摸到 提映以后 他落车了 他衰 马上跨跨前 豁尾分局 马上就 马上尾随 那一个 那一个就是 使用尾操这一个 所以这件是这样 那刚刚我们 那个瑞德大哥 告诉我 一百元又出来了 今天就在昨天 又抓到一百元 那一百元 我刚才已经说过 一千块 你会注意一百块 因为你在菜市場买东西 有的没在造型 所以你比较不注意 所以它的流通性尽管 那要注意 这一次的尾号叫做 尾号088VJ 088VJ 因为印了的时候 他的荷物都連续号 都同的 所以尾号088VJ 为什么一百块 大家流动较高 因为在造型之外 在我们增加 过年都在拔掉 所以当地都紅的 你有看到吗 以前都青的 现在都紅的 因为青的 如果尾号08VJ 你拿回去 够烦烈 一百的 因为一百都 整困 整困 所以在整困 整困 集合 他就在赌场中 就流通了 那真正的尾号 做到像我们刚才 我们的瑞德大哥 说仪器 如何厌厌 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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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什么 紫光线 你根本都看不出 就有比 一般房间 我們現在比較粗 就是用雷射一表 那些都不合 如果去赌场 购买货 购买货 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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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跟妳說真的 這真的 古早期 這真的這麼大 因為賭場 你的雷錢 洗完之後 你不用去補完 你說我先去補货 我拿這些錢 我用金錢去抓 其實真正的尾鈔 做得最精細的 就是我們的銅板 銅板真的 一般你在消費的時候 你也根本不去辨識 真的啊 我常常被找零貨 找一些奇怪的錢 沒看過的怪錢 你都會記住 50跟10塊的 早期 10塊的是因為 都是要投電話 我們早上早期 在卡到沒 沒卡到 你知道嗎 都在做10塊 這樣比較少 現在啊 你知道 50跟10塊的 大量印製出來的話 整趟的出來喔 聽好 比例多 而且出去又安全 現在在整個 南部流竄的 就是50跟10塊的 我真正多含 我真正 他被他辨識 我都辨識啊 因為金屬也蠻貴的 就是做硬幣 成本也蠻高的啊 不是不是 他只是那個重量 裡面都會生生的 我跟妳說 一個垃圾桶 起來的10塊的 差不多是7萬塊 垃圾桶 四位 加起來一桶是7萬塊 結果 我拿到鹹圈 2萬3千塊都價 所以喔 新年到了啦 等一下啊 為什麼要收 一垃圾桶的錢幣啦 因為我們都知道 白販賣機而已 我們的公司 就白販賣機 還要收販賣機 把銅板收回來 去小孩的時候 才知道說 或者是有一些雞台人用 一趟垃圾桶用放的 已經坐到用放的 放到7萬塊 三個小孩的時候 2萬3千塊都價 所以這種比例很高 這麼白公就對了 還是呼籲 這最近嗎還是以前 什麼時候 最近而已 還是呼籲 全國的鄉親 我說過年過 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荷包 也要注意一下 偽鈔的流竄 也呼籲我們政府 讓人有投資給我們機會 但是對於這個攤販業者來說 比較為了賺錢 比較認真注意一下 年前一定要注意的事情 再來看看 其實我們講的都還是 消費民生的事情 有一些國家是用假鈔 來影響對方國家的金融秩序 對 最近我們看到中和 有一個雜貨店 兩個男生來跟他買香菸 結果發現這個一千塊的 我跟你講 包括外觀 包括色澤 包括字體 完全都一樣 哪裡 還有沒有防衛線 鑽都一樣 連那個紙 因為我們知道 全世界印鈔票的鑽 只有英國一間公司在做而已 所以說理論上來說 一般人你不可能拿到那個鑽 所以我們看電影你做 他們就去英國去買買 有沒有 用搶劫他的紙 所以說這張厲害 跟這個程度 這不是一般人做的 剛才議員你說 說外面用什麼雷射的 開班的那種的 我告訴你 那做起來都不行 但這張就絕對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電操資金不行 但是 很奇怪 他竟然故意留了一個 讓你找得到的缺點 來我們看 這張一千塊後面 我們是中央印製局 我們台灣 他給你改中共印製局 阿公的陰謀 對 他這是明的 他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我跟你說 我有辦法印到你百分之九十九九九九九的錢 這挑釁嗎 現在是我買到五年 我如果把你印到哪裡 你台灣的經濟就再見 所以說這要做主義 這不是只有專業而已 這就是專業的專業的專業的專業 國家隊的 國家隊出來 國家隊應的 對 如果我們說 2021年的四月 美國的自家庫海關插到多少 插到價位美金一百十四萬 年後五月 2021年的五月 他們的另外海關就開始去插 插到二十四的包裹 裡面有六十八萬五的價位美金 這個美金包括五塊的十塊的 二十塊的五十塊的 一般來說美金一百塊的 外國很難用 因為大家都會注意 最好用的五塊十塊二十塊的 比較好用 為什麼這樣 因為2020年的疫情 大家的經濟都很壞 有的國家 它的外匯存體不夠的時候 它會緊張 這個時候國家隊就出動了 國家隊出動最主要是什麼 以十倍速的一個速度來印假鈔 全世界萬國流通的就是美金 所以各領事頒說全世界萬國我美國 我印美金 我有那個管理而已 你說青菜公公的 你也可以印 我也可以印 因為做你有帶帶 我也有帶帶 有一個昆山 專門的印製廠 國家印製廠的完工 跟他們朋友說 我們最近好 加班你印都印就印美金 為什麼印美金 昆山印美金 因為它有進口一種原料叫做麻 我們全世界萬國美金裡面有加麻 加麻就有那個C 我們一般政府就沒有加麻 沒有加麻 所以說他們就開始印了 而且在保定的印製廠 說我也有看 北韓的專家來 那當然買印就沒有 你印印的我自己買就好了 對不對 反正這個事情 那最主要這個東西 就是你要賣得出 這個東西要賣得出 就是你的那個 以假亂針的程度是什麼 聽說 大陸的國家隊是日本的 所以日本的 包括日本的機械 什麼去調整 我們看電影你看 那些這一般的精細度 不管你什麼 用麥酒 用膜的 用鹿的 都沒有 你所有的黃黃尾線 什麼 湖水印完全百分之百 都有 但是問題是 我們如果路人最麻煩的就是 拿錢 但是你假鈔最麻煩的 就說你要去哪裡換 對不對 你要吃飯針 你要怎麼換 這個是最麻煩的 但是國家隊出來 很簡單 譬如說我去伊朗買酒油 我直接簽下去的時候 我就直接美金給他 給他 給他下去之後 大家就看人家在伊朗 流通了 我們哪裡流通 另外我的觀光客 如果去買東西 買是不是用信用卡刷卡 信用卡刷卡 信用卡刷卡 我是不是回來的時候 我要用我的錢 來換這個美金來行李 對不對 這樣就可以了 換你信用卡去 所以他這樣在喬 在喬道 有夠快 當然另外一個 郭文貴就說 我跟你說 那些都沒了 以前我們一個人出國 可以帶五萬塊的美金 所以在美國買房 買房地產 現金交易 對不對 為什麼要現金交易 他們要避稅 這樣好現金 我們不是看所謂的 有錢人買房子 對不對 都不用貸款現金交易 所以美金 他們就每個買 每個買 所以這過去也有一個歷數 歷數是1946年 1946年 國民黨在上海 那時候上海打老虎 那時候上海的指導人 就是蔣經國 為什麼要打老虎 因為整個佛街坡東 我聽說 要去吃豆奶的時候 他們排一塊錢 金元賺 金元賺 排一塊錢 去到豆奶吃完 老虎說不夠 那塊也不夠 現在變兩塊了 豆奶只吃兩點鐘而已 所以原來 他的上海物價 一年來賺1.2萬倍 1.2萬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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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這裡一個城市 那時候就是 共產黨國共第三次戰爭 其實共產黨可以印錢 他們沒有那個機器 那時候是什麼 那時候是索連拿他們 包括人民幣第一頭的錢 都索連印 索連就印 國民黨那時候 都不知道沒有那個概念 而且也沒有那個技術 索連那邊的機器比較好 所以共產黨是被假鈔打 國民黨是被假鈔打垮的 是啊 這真的有什麼完翁四立 本來大家都想說 你國民黨那些沙漫建政 你們什麼十大名將這樣 節節敗退 長江兩天失守 是因為女建帝 都不是 是因為經濟把你撞到四立就對了 因為我所有的 我所有的全中國 我都用價錢去買東西 不止地買 買到共產黨控制的地方 不可以用錢買 以負易負 共產黨的地方是以負易負 對 所以他們那些負責都沒有普通 你做上海的級別 你一定很萬分國民黨 我一世人貪的一世之間 無憂鬱 因為你通膨就是你的錢 都沒有錢 所以國民黨節節敗 來台灣就是這樣 所以這次來 我們就看一個清楚 一般做柴子沒有人這樣 我做柴子都跟你 你老議條是我做的 這真的我要說 義官倉敵成口 義中必須願國 我們國安局 我們的政府要特別注意 而且中國現在不怕假鈔 他們很少用現金流動了 對 沒錯 他們逼一項 不超話 我們還不能夠以儀制儀 剛好聽了憲哥講這個 打火要補充一下 我們台灣有政府合法印製的假鈔 偉超 為什麼呢 三十幾年前我遇過 我有一個小學記者 他明天要結婚 他今天來我們跑的一個單位 那麼台北市一個警察單位 跟一個刑警掉錢 為什麼他們說他們明天結婚 那不是 通通用一個喜字 有沒有 所以對方要求 女方要求用現金 所以舊版的1000塊 然後他來把這個刑事來賬 36萬的算聘金 算聘金 要弄成喜字 隔天要弄成喜字 掉了 不掉了 我想說這個刑警 就把他手裡打開 裝在黑色垃圾袋裡面 倒擠出來 我是不是想說 你當時這麼好 放用黑色垃圾袋 然後整個全部都倒出來 算算36萬 他這樣扛回去 我心裡想說 你怎麼那麼厲害 到了半夜的時候 就打電話來了 為什麼呢 他把這36萬拿回去 給他老婆買 為什麼 他老婆多聰明 一隻一隻拿來看 媽媽媽在婚禮現場 要調這個現金 媽媽就拿起來看說 這假的 為什麼知道這假的 每一張號碼都一樣 這假的 幹嘛借假鈔給人家 不是 跟各位講 那個真的是 中央印製廠印出來 而且是真的 只有沒有湖水印 然後沒有湖水印 還有號碼都是一樣的 我就很好奇 你媽媽怎麼 除了號碼之外 你怎麼會知道他是假的 那你怎麼會去借假的 他說 因為她認識比較想到 賣付去領錢 想說一千塊的 把他一個洗字先調出來 再說 我就問那個刑警 你怎麼有這個假鈔 可是又那麼像真的一樣 他說不是 從理事科搶那個銀行的以後 常常不是發生那個搶劫案嗎 所以中央印製廠呢 那時候政府就印了一批 給金融機構 給金融機構就是說 你開台車 不要手 等這個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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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途一看 這麼多錢 結果這些錢 全部都是假的 就搞得半掉 我告訴你 沒浪費有什麼 他家製有一個厲害的媽媽 如果假裝去釣在那裡 有個 剛好碼的時候 有人去那裡看說 真的釣30萬出來 有什麼都一樣 真的 無地自容 好 所以不一定是魔高一丈 再來看一下這個 台灣史上最大的 假鈔集團怎麼破獲的 是啊 我說 高手在民間 民間在南投鄉 南投鄉在台灣 所以高手是在台灣 因為 剛剛瑞德哥有講 美鈔 北韓印算是最好的 在2019年的元月初 有一對夫妻 因為我們台灣一對夫妻 去到了中國蒙古去玩 然後使用美鈔的時候 被那個中國那個蒙古 海關扣下來 說你這個假的 假鈔 那兩個夫妻嚇得要死 中公 你用美鈔反説 會被全一死人 就 坦白從寬 說出來 說我這個錢是從台灣 哪個地方流向的 那消息傳回到台灣 刑事警察局的時候 就開始調查了 調查之後發現到說 喔 這一些偉鈔 居然是有一個廖姓師傅 現在廖姓師傅 當時六十四歲 他是 國小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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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印刷 學了二三十年的技術之後 自己開工廠 開到退休 不快做他們 就醫了 你知道刑事警察局 查獲的美鈔多少 剛剛憲哥說 美國查到一百九十幾萬美鈔 我怕死人 我們台灣查多少 來 各位看一下 一千多萬 一千幾萬 折合台幣三億多 這個是查到的 他在郵輪用假鈔賭 被抓都不丟到海裡去才怪 重點是印鈔機印不出來 這麼厲害 所以說 你能說他是台灣之光嗎 你不知道說台灣 沒手在台灣 三個月 後來檢調 又發現說 在2016年 不是有個很大的案子嗎 趙鋒銀行被換了兩百萬的偽鈔 六千六百多萬的台幣換走嗎 成功交易嗎 懷疑就是這一批 那這一批 這個國手 國小畢業國中都沒念了 我就做這批 當時還說 美國還曾經講幾句話說 你這個技術 可比美北韓 你跟北韓的程度差不多了 所以你說真的高手在台灣 哇這是意外發現了 意外發現 蒙古用假鈔被抓出來的 而且流向在外面 是數百萬的美鈔的喔 天啊 好再來看一下 這個有人在說 我這不敢硬價錢 我股市還得了得了 房市有沒有可能 今年跌到一個點 這不僅是開後門 還是預約法律的規定 大力痛批 內政部替投資客開後門 立委邱顯智和晚晚日 13號召開記者會 因為打炒房最重權 平均地權條例才通過兩天 內政部代理部長花敬群 就說出這段話 已經簽約了沒有限制啊 我們現在所有人買的預售物 都不簽約 都沒有禁止換約 都沒有禁止換約 上路以後 之前買的都可以換約 花敬群強調 預售物換約限制不溯及既往 並說明相關執法會在三到四個月內完成 正式上路之前有日出條款 到時簽的預售合約才禁止換約 一個月前 他也非常清楚 不能這樣解釋 他說啊 在法案已定時 我們的態度 並沒有不溯及既往 如果今天不是為了打炒房 我們今天幹嘛在修這個房 內政部特別說明 不溯及既往是依據法律規定辦理 絕對不是打假球 修法也不會打折 未來上路之後 投資客也不敢進場接手 所以不至於有繼續炒作的疑慮 只有預售合約的投資客 不用趕著下車 暫時鬆口氣 但這場房市核爆 未來走向如何 各界持續觀望 室內米量寬敞 完全看不出 屋林已長達33年 平均定權條例三讀通過 讓預售投資客上演大逃殺 手中資金轉向公設比低 總價划算的中府屋 政府打炒房手段一波波 讓外界直呼堪比2016年房市空土來襲 能否壓抑投資歪封 外界拭目留待 房市氛圍不佳 被各界視為打炒房的 平均地權條例通過 建商對建案開發又多了一層顧慮 遠雄建設開出第一槍 重訓公告將授權董事長 在15億額度之內 處分六都未能及時推案的土地 遠雄強調只是授權 還沒有實際處分 但事實上 兩年前房市熱絡時 各大建商買地都不手軟 除了遠雄 包括新復發 黃翔 華顧等 至少六個建商都列地100億以上 如今卻成為壓力 去年遠雄減少到68億 新復發也只交易了45億 只有利寶比較積極 交易量達110億 是唯一一家土地量能破百億建商 在高建築成本 銀行緊縮土建容貸款和政策影響 三大挑戰之下 專家預估建商將走向大整合大 房市回歸剛性需求的買方市場 台灣房地產的最飛黃的時代 已經結束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對投客來講 你今年的交屋 是不是三年前買的預售屋 那三年前你那時候 跟現在的價格還有一個價差 所以你現在沒關係 你一年落到這裡的時候 高處的時候 說拜託你 你市民上的價格 打九折來賣你還賺錢 所以對你來講你不怕 對不對 但是明年交屋跟後年交屋的 那是今年到去年開始買 因為說我 那我告訴你 那價格已經留在你背了 那這個時候 你萬年你去 你已經落資本 落20%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用 五倍的一個槓桿去操作 所以叫做投機客 那你已經落20%的時候 落資本要落完 現在開始要交屋了 你到底要交還是不交 要交還是不交 你現在交來比較多 你要台版 要欠水 剛來的話 你要貸 你貸款的時候 率率就比以前講的 現在當初跟你講1.65 現在沒有那個行情了 現在已經接近2%了 那你什麼都增加 而且你現在你當初買 假設是100萬 你現在外面的行情 所謂的 不管你什麼實價 正路也好 好 你當裡面有人105萬 103萬 但是也有人95萬 所以你現在 你只有兩個選擇而已 不然就好小廠 小廠 我們現在新的規劃 我們這個規劃 就是你要用 靠15% 沒關係 你已經到20%了 你要拿5%錢 這怎樣 對不對 不然你再進去到 可能是萬多錢賺 可能到後來 真的 把你拖累 因為我們大家資金 都是有限 你又不是巴威特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他現在投課 所以現在你說投課的30%出場 算卡手妹的就對了 對 因為你說今年只有1個而已 叫做跌 那這個跌到底是大跌 反跌 小跌 他不知道 但是一定會跌 那今年的代表哥 就是暗淡的月 所以說好運已經結束了 他說出手買房再等待 那等幾年 等三年再說 三年 第四季 他估計一季會跌10% 為什麼 他說現在很簡單 台灣最嚴重的三個 所以你們如果要做醫生 絕對沒有去做這三個 竹科 南科 還有高科 這三個都不能投 因為這三個都差太多了 竹科的處 有 古年甚至起到竹科的寶山的地方 一坪60萬 台中一坪70萬 台南一坪 有人開到60幾萬 高雄也有60萬的 我們沒說 如果高雄60萬 跟台南60萬 要去買的人 你的心肝真的 這麼大顆 這真的要給你配合 這個時候 你也要知道 現在第一個跌的 第一個下跌的是從哪邊 店面已經跌20% 第二個豪宅跌10% 第三個 連土地都跌了 你會記得 前兩三個月 很多建商都在搶 那個國有土地的拍賣 對不對 都溢價溢價溢價 現在就開始你熱了 如果建商開始跌的時候 現在大家要小心 你如果買預塑屋 因為預塑屋 總是兩年半三年 要到家了 這個中間 如果有一個爬旁 有一個爬旁 有一個爬旁 你整個一輩子的 辛苦的錢 你就投下去了 三年左右再進場 是這樣嗎 你方仲業就沒錢 對 我先快速補充一下 憲哥剛才講的一些內容 有關於就是他提到說 一些投資客 他可能會想說乾脆解約 賠建商15%也趕快落跑 其實這是有可能的 因為事實上 在過去中南部的房價 尤其是新竹市的竹東 新竹縣的竹北 或者是台南這些地方的漲幅 並不是二三十% 可能漲幅是兩三倍 但是那個都是資金炒作起來的 所以說未來下跌 恐怕跌幅也不會只是 可能幾十%而已 因此可能長痛不如短痛 未來建商是大者恆大 反而以後不容易出現爛尾樓 所以我反而覺得 其實這些口袋淺的小建商 其實要倒也早點倒會好一點 那至於像剛才惠民傑講說 到底可不可以買 如果是30瓶小瓶樹的 一般家庭的話 如果是剛性需求 非買不可的話 那當然是選擇 過去這兩三年 漲幅最小 最精華最貴的 雙北市的蛋黃區 因為相對漲幅最少 相對它也比較保值抗跌 它跌也會是跌最少 那去年2022年大概 房地產移轉動出大概32萬棟 看起來今年會縮到27萬棟以下 所以房仲倒閉潮 應該今年也會看得到 不僅是中小型建商要小心 體質不健全的可能倒 甚至連房仲業也有可能倒閉潮 要特別的小心 對 房仲也會倒閉潮 因為量持續會說 價格會一直跌 跌到量穩了之後 那個價格才會止跌 那目前是看不到這個方向 店長